每到选举季节,印度毛派武装分子就开始作乱发动袭击 最近一宗案件就是向特种部队汽车下手 趁他们在中部地区执行时,引爆炸弹,炸死了16人 印度史上竞争最激烈的全国大选,开始投票一个月来 国内一直传出袭击事件,许多都是毛派武装分子经手的 从炸弹到开枪,对象主要都是执法人员或政治团队 特种部队昨天在中部马哈拉斯特拉邦前往毛派武装分子活跃的地点 调查一宗袭击案,结果途中遭到埋伏,车辆被炸毁 15名特种部队成员和一名司机丧命 这也是毛派武装组织两年来造成最严重死伤的袭击案 毛派组织过去几十年,一直打着为原住民争取土地和各种权益的名号 对抗印度政府 印度总理莫迪透过推特,强烈谴责这是一场非常卑鄙的袭击 承诺会严惩袭击者,同时不会忘记特种部队成员的牺牲 内政部长拉纳辛也痛批这场袭击是诺夫所为 而政府不会让殉职的特种部队成员枉死